聊天室不要鬧好棒 哈囉大家好我是阿菜 既然今天聊天室都在 平常都是我教你們 怎麼去跟人家聊天 今天我們就來聽聊天室的意見 好我們現在點進去 我們今天要看Sweet Ring 雖然齁我如此的火紅啦 一用這個APP就有這麼多的人齁 想要跟我聊天 欸重點是還有一個人認出我耶 1加1什麼意思 喔1加1的意思我把我的名字叫做1加1 我沒有叫阿菜 1加1的意思呢就是譬如說 我要約吃飯然後我1加1 就表示我會帶我另外一個朋友去 然後我會放兩張照片 然後出現會兩個人 然後最後問他說請問你要選擇哪一個 那那個人當然就是Momo 阿菜你好我想交朋友可以介紹我一款 可以認識新朋友軟體嗎 我已經把房子賣掉了 有600萬準備來交朋友了 很好我像是你很快就可以交到朋友了 依你這種程度 然後於是我就想說我跟Momo一起 然後看他們到最後要選哪一個 你覺得我跟Momo他們會想選哪一個 一定是選我的阿 怎麼會選Momo 亂講亂講 不要亂講好不好 好 一本資料一張照片夠不夠 像是道圖 所以呢我們一張照片是不夠的喔 好 我現在不想壓下去 因為我一壓下去你們就看到我的照片庫 你這個找適合的對象還可以設定問題 我們要設定什麼問題請選擇 我們應該設定的是 阿? 婚姻嗎 晚上睡覺會不會打呼 這樣他們就會覺得說我很好睡阿 是否精英 這樣有人要約我嗎 還可以自訂欸 4 英雄聯盟的 精英 OK 這就是我的問題 你們是不是會害我教不到有 我個人 有 音 音 音 意 OK OK 而且他還要審核你的問題喔 如果你亂問問題 這個APP就是你亂問問題的話齁 DNA不行 但我覺得這個很OK吧 這個是preference一定會過的阿 然後自我介紹 欸我是1984年出生 欸 這誰把我打的阿 欸欸欸欸 不行 我們不能這麼快就洩漏年齡 趕快遮起來 OMG 他怎麼知道我是這個 欸他怎麼知道 1992我就拚你的 你是妹子 哈囉我是1992 電視他 欸這樣他後面覺得我騙阿 欸 欸 欸 為什麼他跳出來是長這樣阿 欸他不能亂來欸 他不能亂來喔 好嚴格喔 這個APP 嗯 你們喜歡嗎 供應商 喔他會跟講職業 年薪百萬喔 意思是這有年薪百萬喔 這個有年薪百萬喔 有三十一點品 噓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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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噓 噓噓噓 你們不要一直這樣好不好 然後我就會 然後我就會 把這個人歸類為就是 自我 意識良好這樣子 然後心裡就默默的想說 難怪 會 沒有女友 如果你可以在世界 任何一個地方居住 你最想住哪 嗨 你也是天秤欸 所以他也是天秤 嗯天秤男 好我就先打下 掰掰 不知道他天秤男阿 有看到你發活動 欸還是我揪一個活動 你知道這邊可以約會嗎 然後我可以用我的約會 我可以就是加一個約會 然後我的約會 我就跟大家講地點在哪裡 然後就全部的人都去 就聊天室 全部都帶去約會 然後就假裝是APP的人 這樣會不會滿山滿谷 等一下等一下 我剛看了什麼 我看錯嗎 你能接受 另一半還跟從前交往 對象繼續聯絡嗎 聊天室 請回答 不行 欸我說真的 我說真的 如果有人問這個問題的話 如果有一個妹子 很正 然後他問你說 你能接受另一半 你們還跟從前交往的對象 繼續聯絡嗎 你們可以嗎 欸有人說可以欸 有人說可以欸 可以接受對方 家境不富裕嗎 開頭就問這個不行 喔 所以一開頭 不可以就問這個東西 就對了 那聊天室我想要請問一下 我們現在是收集各大 聊天室的資料 反應好不好 然後讓你們去上電視 請問聊天室 你們第一句話 會問什麼 你電腦用哪張顯卡 也太誇張了 你健保卡 今年用過幾次 欸我覺得真的可以 你健保卡 今年用過幾次 我跟你講 釣魚我最會了 我現在就釣給你們看 欸對 我爸就跟我說 你也找男朋友呢 不一定要找很有錢的 但是你一定要找很有上進心的 這樣子 我講釣魚就是這樣子 Q說 你是什麼星座 就是如果有聊 先聊開了 第一句話講完 他有回你 你先聊開了 你就可以說 欸你是什麼星座 因為女生不外乎就是 美食旅遊星座啊 然後他就說 喔我是天秤座 譬如說你可以說 欸我前任 就是有幾個都是天秤座 然後他說 欸你呢 你交往的通常是什麼星座 然後他這時候可以給你的訊息 你想知道是可能他有交過幾個男朋友 幾個女朋友 然後除此之外 又可以就是生聊 然後就可以說 喔我交過天秤座都怎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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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你又知道說 他前面前任 交的那些人 到底是什麼個性 然後怎麼導致分手 這樣就得到很多資訊 這樣還不釣魚嗎 各位 我不是天才小教授 通常就是這幾個啊 所以你們只要好秉持著這三大原則就可以了啦 聊吃的 對啊聊吃的就很無敵啊 而且聊吃的 譬如說我還 我再釣一個魚 我再釣一個魚好不好 欸我跟你說喔 我超喜歡吃好吃的東西的 我那天去買一個大腸包小腸 天啊 那大腸包小腸超好吃的 但是要200塊 台幣 200塊台幣的大腸包小腸 然後對方就回答說 嗯 我覺得可以耶 如果他真的很好吃的話 喔 這時候你們就得到什麼資訊 他喜歡吃香腸 腸條類的東西 特別好 不排斥 這個人的 金錢價值觀 就是可以這樣花錢的 所以他並不會覺得這200塊的大腸包小腸太貴 因為就算很好吃 我相信聊天室如果他真的很好吃 你們覺得 大腸包小腸200塊太貴的 加1 我沒有亂教我講得很認真欸 如果你覺得好吃 就真的很好吃 就那種已經到不行了 全世界最好吃的大爆腸 200塊的 然後可以帶這個妹子去吃的 加2 你們覺得OK 加2 真的好吃我會買 你看對吧 所以就是你會知道說 這個人的價值觀 譬如說三觀其中一個 他的金錢觀 是怎麼樣的 那他願不願意花錢 你看 你看你看馬上都加2了吧 那這樣子你是不是就得到了一些資訊 然後你再從這個延伸你的話題 就像我平常講一樣啊 或是在聊更高檔的一些食物 他可能也會喜歡 這樣才叫聊天啊 第一個 就得到了多少資訊 第一個 不排斥香腸 第二個 覺得200塊大腸包小腸不貴 對 聊吃 對對你很會 聊吃 然後之後 就是出去吃過東西以後 覺得很不錯的時候 不要太快 一定要慢 慢一點點 然後有機會 就約來家裡說 我自己也發明了一種 特別的大腸包小腸呢 你想吃嗎 我可以做給你吃喔 我好棒喔 謝謝你 好 我問你們 有一個妹子 你現在是認真的 有一個妹子或是一個男生 他跟你有相同的興趣 但他長的就OK 你會跟他出來嗎 會的加1 有一個妹子或是一個男生 他跟你並沒有相同的興趣 可是他就是天才 他就是很帥 然後或很美 會出來的加2 你要選擇哪一個 加1欸 有一個加2 所以有 有相同的興趣很重要欸 聊天室 這是我人生覺得你們最認真回答的一次欸 我沒有辦法跟一個超美但沒話題相處的人 那假的 喔有些人可以 可是大多人無法欸 所以我就說嘛 高富帥其實沒有用啊 因為帥一開始是很容易上手 但是很難持久 所以真的還是要有話題 反正基本上呢 我們那個 交友今天也看到聊天室的反應了 那我想 一般的人 可能我講 大家不一定會接受 但是呢 現在就是聊天室有很多人 然後路 就是這些人都是路人 一般人 然後他們講的東西呢 大家也可以參考這樣子 大家快去下載3ring喔 就行了 你怎麼怎麼收了 我怎麼做 來說 你怎麼做 我就做的 一開始 點兒 我怎麼做 我怎麼做